前面的轎车跑给警车追 车上的男子原本只是没开车灯 远警要上前盘查 他马上加速逃逸 后来在风源大道旁的这个公园 汽车逃逸 男子丢下了车子 一个人跑进公园 万万没想到抓宝的民众 突然神来一脚 把他绊倒 在公园的民众也有看到 警方在追逐该部自小科车 所以一当林险下车逃逸的时候 民众就主动的驱前 去阻挡这个林险的驱路 警方压失嫌犯之后 在他车上搜出了少量海洛因 原来就是吸毒怕被法办 才开车落跑 不是你的 你车上车到的 车上的 你开了你开了你开了 先上扣 原来警匪追逐 在公园附近已经兜了两圈 抓怪的民众也早就注意 警察在抓人 发现男子跑给警察追 冷不防出腿相处 但有人只顧抓怪 竟然自己被警察抓 台中一名正姓男子 太沉迷宝可梦了 喝了酒还骑车出门抓怪 因为滑手机被警察当街拦下来 一闻全身酒气 而当时抓的还是CP值 不怎么高的杰尼龟 玩家都笑了 因为真的是音效失大 就很没必要 如果要抓那个卡比兽 或者是那个快龙还可以 算是有点音效失大 没有错啦 虽然酒测值才0.18 但抓这些宝贝的代价不低 除了滑手机的罚单 酒价罚还15000元 还要吊扣驾照一年 记者陈广瑞 李孟章台中报道